炎炎夏日不想成为捍卫战士 许多人会购买自焊除臭剂来使用 为确保网路贩售产品的卫生安全 卫生局在网路平台购买10件市售止焊除臭剂 检验结果均验出止焊除臭剂成分 且含量皆为超过限量标准 但在标示部分有三件不符合规定 分别是德德维福禁卫除臭露 黄糖清香滚珠止焊剂 以及止焊爽生凝露 它只是有三件的部分在标示的部分是违规的 那我们其中这三件来讲的话 有两件是完全没有中文标示 而且要提醒大家 这个止焊除臭剂本身是一个特定功能的一个化妆品 它在制造跟贩售之前 一定要跟卫服部这边经过查验登记 所以这两项产品来讲的话 它本身没有经过查验登记就输入贩售 以及没有中文标示等 那有一项的话是台北市的业者 就是我们已经依法进行采除 那另外一个业者是外线试的部分 也一起相关线试进行采除 那另外一件的话 它是外包装标示没有标示到批号 再来的话 事实上因为其实有很多是输入的产品 像日系的部分 它可能在上面写到要用 可是这样的一个产品 可能在台湾的一个法规 它并不是要用的产品 所以会要求它必须在外包装鞋上 本产品属化妆品不具医疗效能的几率 那这部分的话是在标志上没有完全 那是台北市业者 我们也进行相关的一个拆除 另外卫生局也提供简单的止汗6对策 让消费者选购及使用止汗制臭剂时更加安心 我们在选择止汗制臭剂的时候要有6个对策 其实这6个对策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就是查产品 刚刚讲的特定用途 包装品 它一定要经过查验登记 所以它在卫服部的一个查核系统上 是可以直接查到这个产品的一个细节 跟一个内容的 所以使用之前第一个 先确认产品有没有经过查验登记 第二个看标示 必须要有完整的中文标示 如果是那种水货 或者是它号参什么比起初步 其实有时候在它的品质上 还有你的产品责任上 你要追溯到相关负责业者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个部分的话 我们一定要避免伤口 如果你身上有伤口的部分 千万不要用止汗凸臭剂 会怕避免相关的感染跟发炎 第三个一定要在干爽的时候使用 你不要在大量的流汗的情况之下 插这个止汗凸臭剂 第一个是效果不好 第二个其实它会抑制你排汗的一个状况 其实流汗对人体的温度控制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止汗的部分其实只建议你进行局部的止汗就好 你大面积擦的时候 尤其是你在大量流汗排汗的时候 擦这些止汗的时候 你是在抑制你的身体散热 所以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那第二个是要适量 就是说你选择你想要做止汗的部位 擦到不要全身 它不是倒在 不用擦到全身 卫生局也呼吁消费者如有发现疑似违规化妆品 欢迎拨打台北市民当家热线1999转7087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